台中这名富人22号到银行 说要提款320万元现金 惊动警方来关心 袁景一看就知道 这又是一个被诈骗集团骗得团团赚的被害人 但是富人却坚称说 这个金钱的来源跟去向都很正常 富人说向朋友借款620万元 而他的朋友竟然也非常大方 真的借出了620万元 富人说这笔钱是要帮儿子创业 远景打电话给富人的儿子 这个儿子说完全不知情 还说妈妈是要借款去投资未上市的股票 这一听就知道完全说法是都不聋的 提领大笔现金要给儿子创业使用 经警方与儿子联系后 儿子进全部知情 发现富人是向朋友借钱 以后要投资未上市股票 索性经警方成功拦阻 将大笔金额会还给友人 幸好远景把富人拉回现实 最后富人紧急把钱会还给朋友 结束了一场诈骗闹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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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型 转影 DC 好